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阿 我們現在打一下6月的LV10 沒錯 又是一個全新月份的開始了 那這邊的話呢 就帶大家用 全最夢寢城配置的林黛玉來做一個通關 那值得注意的是 現在是晚上 所以林黛玉會有1.5倍 你如果是白天打的話 傷害要自己稍微再算一下這樣子 好 那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以及時光牌 我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有疑惑沒有看清楚的話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喔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稍微講一下 對面雖然是攻前盾啦 林黛玉的羈絆可以無視 可是對面又有反手消墓 如果要一隻一隻帶 又太麻煩了 所以我直接帶大家用比較懶人的方式 幾乎不用轉租的方式 等下就是直接固板連發 好 第一個動作的話 我們先開陳圓圓 好 來 接著我們開潘金蓮的技衣 好 然後我們開到技術是固板停下來 好 現在技術已經是固板了 但是我們先不要開 我們就先抓林黛玉 偷一個回合就可以了 好 那第二回的話呢 我們可以改成抓甲寶玉 好 有一個福祉沒有消到 不過沒有關係喔 六福祉是擋死 我們現在還不需要擋死 好 來 第三回的話呢 一樣 再抓一次甲寶玉 好 接著第四回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開甲寶玉了喔 好 然後我們把林黛玉抓下來 這樣子 OK 這樣應該就相對簡單很多喔 就是我們不用在那邊記啊 誰 帶誰不手銷誰 然後先打1 先打2 先打3 不用不用 我們直接一起收掉就可以了 好 接著第二 好 第二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開潘金蓮的技術 也就是你剛洗出來固板的那一個喔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去手銷全部的光珠 好 理想狀態還是滿版啦 因為我們正副隊長帶的都是林黛玉 如果沒有轉到滿版的話 會有6.25被噴掉 所以你可以跟我一樣喔 把直行的順序位置稍微對調一下下 好 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第三 第三 好 第三這邊的話呢 欸 整條溢補就可以直接來吸掉了 我們直接開林黛玉 然後我們抓林黛玉 好 那這邊的話隨便一康送他就可以了 OK 這邊整條溢補 哇 毒龍直接被吸死了有沒有 好 來 接著二血我們就是抓林黛玉 好 來 這個動作我們做兩次 好 來 這是第一次 來 第二次 OK 好 接著來到第四喔 好 第四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抓林黛玉 放進去一下下就好 放到這個格子裡面去 好 有帶走就直接帶 沒帶走沒關係 我們就多花幾回合就好齁 好 理論上是再多花一到兩回合就可以處理掉 OK 好 接著就來到第五 好 第五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抓流光珠 就塞進甲寶玉裡面 喔 注意喔 這一次就是塞甲寶玉喔 不是林黛玉 喔 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第二回我們就開潘金蓮的忌餓 好 然後抓甲寶玉 OK 好 這樣子六組屬性珠達成了 然後甲寶玉也因為時光牌的關係 可以直接無視掉這個十字盾喔 兩隻就可以一起收掉 OK 好 接著第六 好 第六這邊的話呢 要消五十顆暗珠 而且敵人又是越扣越強 初始五十 第二下就是一百 所以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齁 好 第一回我們一樣抓甲寶玉 好 這樣三十顆已經消完了喔 好 來 接著第二回我們開甲寶玉 然後我們抓林黛玉 好 接著第三回呢我們開林黛玉 然後隨便一康送給他就可以了 好 開林黛玉等於六伏子全吃 六伏子就有擋死的作用 所以這邊 其實他也被你控場了啦 所以他也打不到你齁 只是說如果有打過來也不會死就是了 好 第四回我們再開一次林黛玉 好 那這時候甲寶玉會跳回來 我們就開甲寶玉 好 那這邊等一下抓林黛玉 轉彎的時候我們去開龍科 龍科是為了吃他這個三個冷卻中的妖魔減少三 那現在三個冷卻的剛好就是林黛玉加甲寶玉 所以他們一定都會撿到齁 好 來 這邊我們就抓林黛玉 然後去把龍科打開 好 那此時此刻啊 暗珠也剩最後四顆了 所以照理來說 我們等一下再開一次甲寶玉 就可以把它收掉了齁 好 甲寶玉開一次暗珠是八顆啦 所以其實你說這邊會不會很久也還好齁 就算有結界地干擾 依舊難不倒林黛玉本身齁 好 那接著這邊的話呢 就一樣開林黛玉 然後甲寶玉開 然後抓林黛玉收掉 OK 這樣子 五十顆暗 順利跟他說再會了齁 OK 好 接著來到二血 二血我們關加開成員圓 然後關的時候呢 我們點光珠 好 阿記得把它開回來齁 好 接著這邊我們改成抓趙飛燕 三十光也是一次直接處理掉 完全沒有問題 OK OK 好 接著來到第七 好 第七這邊我們先開潘金蓮的忌惡 好 來 接著這邊我們開趙飛燕 然後我們點林黛玉的直行 好 然後點完之後呢 把林黛玉打開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 我們改成抓趙飛燕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 然後我們去把這個光珠黏在一起齁 這樣子五組不一樣的珠子就會達成了 OK 好 這邊帶過去 一樣沒有問題齁 好 接著第八 好 第八這邊的話呢 一樣我們可以抓趙飛燕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來 再來是王一 好 王一的話呢 就抓趙飛燕兩次就可以了 來 這是第一次 好 這邊有50%盾齁 所以要花兩回合 OK 好 來 接著二血呢 這邊我們開潘金蓮的忌惡 好 然後我們一樣齁 抓趙飛燕 這邊順利的話 我希望不要天降任何光珠 我想讓大家看 減傷90% 好 這邊沒有降 減傷90% 一樣是整隊轟過去 所以這邊完全是沒有問題的齁 好 來 接著來到第三條血 好 第三條血這邊的話 第一回呢 我們先開那個林黛玉 然後我們去把這個 好 他好像還沒有出現印記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一回合送他齁 好 就記得不要停在黑洞地裡面 因為這邊是有黑洞地型的 黑洞地就是最左跟最右 這個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好 那第二回我們一樣可以再開一次林黛玉 好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去把這個印記消一消 好 那就一樣齁 不要停黑洞地齁 好 那最後的話呢 賈寶玉直接給他開下去 好 然後我們抓林黛玉 啊 記得喔 不要太爽喔 我剛剛有說不要停在黑洞地裡面 所以要記得往右移一格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呢 就是全醉夢寢城配置過這個月的LV10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